Hello,大家好,Raiwan desu 诶,今天2月7号了嘛 原本以为会比照去年6周年 在2月7号把极限ZAC的情报给放出来啦 即将要极限ZAC的角色 但是今天我们官方完全没在做工的感觉 那么很可能就是明天啦,2月8号 骂骂骂嘛,虽然说今天正式的官方 是没有把情报放出来啦 但是在推特上面,有一个账号啦 它的logo,它的名字 完全就是随着我们爆裂极战 推特官方的样式去做 全部一模一样,然后它也发了一个假情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或者有没有被它骗到 以为是真的 这边稍微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账号的话 其实可以很容易去分辨啦 如果自己有上推特的话 通过下面那边,然后后面的账号 如果是Dokhan本身的官方账号的话 它后面是Dokhan Official 然后这个假账号的话 它是什么Elus,什么Black Plus 这样子的东西嘛 这个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啦 蛮明显的 而且它很厉害的 它在它的那个格式啊,血的名剑那些 全部做到很像官方做出来的样子 那么这一次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一张啦 知属的超二天使悟空可以变成超三的 魔人普篇的这一张知属悟空 但是它的图是做到很像啦 即将极限是这么样子 可是我这个初一看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像 如果不这么仔细的去研究的话 但是再细看一点点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啦 它头上的那个天使光环 其实是有问题的 再来就是在被动上面嘛 也是有问题的 可以看到它是属性器翼 随即一种类转换成红器翼嘛 然后它才把它的被动名写出来 其实这两边的 问题其实一看到的话啦 就是差异性很大啦 就是直接就不是官方的 那不过 虽然不是官方的正式情报啦 但是 这个海外粉丝制作出来的能力 其实还蛮给力的 大家 嗯 就它的队长记我也蛮满意啦 Ano Yo No Sensi 死后世界战士气力加4血工方 170%嘛 然后超级战友人3 类别的气力加3 然后血工方 从150拉到160 也就是这张啦 刚才一直在讲 忘记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正式卡面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天使光环 其实是会 比较细一点的 而这张图里面 是比较粗一点的 然后它的被动的改动 其实我还蛮喜欢啊 我们就不说它的这颗假情报 这样子的东西啦 随之一种类的那个 气珠啦 转换成红气 其实是非常棒耶 这样也很能让它的后续被动提高到 容易吃到它后续的被动啦 然后接着自身的工方 130%提升 然后 血量越多 防疫力越高 血量越少 攻击力越高 最大是70%嘛 这个就跟它们的原本 就是稍微辣辣的一点点 原本是 嗯 从100到160 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是全满的话 可以到200% 最后就是它重点的啦 取得气力3个以上 攻击师工方 59%提升 然后条件满足师可以变身 它的这个被动啦 在初始满血的情况下 嗯 因为血量越少 攻击越多 但是满血的情况 它也会给它一个基础的 攻击 攻击加成啦 就是20%最低 这样子 那么就是 攻防最初就有一个150% 然后取得3个气力 在攻击师工方 再加59%的话 最高 应该说 在满血的情况下 是可以去到 298%左右的 接近300%的那个 攻防加成了啦 应该说攻击加成 防御加成的话 那么就更大了 我稍微算一下 诶 初始直接200%的防御加成 然后 在行动过后 会再乘一个1.59% 可以去到377% 老实说 是比我设计出来的 果击大还要强很多 而且这张悟空啦 在极限战之后 它的彩星三维 比超市果击大还要高 大家可以这边看一下 攻击可以到21637% 防御是13559% 昨天的那个技术超市果击大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防御力只有10909% 而且攻击力也是202% 完全就是被碾压到完啦 我说新卡的那个真的是很高 那么这边的话 我就拿着它的被动啦 稍微来计算一下下它的整体能力 对了必杀技 这边它是一回合攻防上升罢了 妈妈妈这个就不管它啦 这边稍微来看一下 大家我就稍微计算一下 如果极限再按照这个能力来出的话 在200%队长加持之下 在满血的情况 可以单回合直接就是758万的输出了 非常非常的高啦 防御力的话也有到48万3 然后如果它变成超3应该会更高 因为在这边的话 原版的情况下 变成超3的话会提升20跟17 那么这边如果它变成可以拉到一个150左右 其实是蛮高的 只是粉丝制作的能力我觉得就还蛮强的 就是跟我个人的猜想是这么样子啦 不过我这张我原本还想说 它应该没那么快啦 这张 现在放出来真的是偏很大 毕竟大家都在等今天出情报 然后它就出了一个这么样子的东西 妈妈妈 还蛮 还蛮会的 而且它的这个设计啊 老实说我还蛮佩服它们的 竟然可以做得那么像 其实后面的那个花纹是没那么像啦 正常官方的话 花纹应该会更加重了一些些 而不是这么的平淡 可是就已经是很很强了啦 我个人是完全制作不出这种东西 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去弄咧 大家有没有是在PS技术上面是很强的 哈哈哈 PS的话Photoshop我完全是不会用 这个真的是还蛮 还蛮厉害的 尤其是上面的关键 不过关键真的是很好笑 太突兀了 那个整个变得那么粗线条 因为本身是有点细细的感觉 我是说如果真的是这张变成超二天死悟空 做个期限债的话 嗯 也是蛮符合主题啦 虽然说离得有点眼 但是现在来说它还是蛮强的 只不过就不在意现样子 嗯 是这么个样子啦 骂骂骂 如果真的是按照这个来推出的话 就还行还行 而且攻防能力都蛮高啦 老师这个是在200% 如果是去到 回到170%的话 也是有600出万的攻击 也是还蛮不错的 如果是防御能力的话 也是有一个42万左右 其实都还蛮顶用 嗯 就算没有进到200%的队长下 都是好用的啦 诶 这个能力 老实说真的是很佩服啦 Hi-Ride的粉丝的制作能力 真的是超级超级无敌的强 不过今天嘛 就大致上 现在的时间都8点 都快9点了 应该也没什么机会 官方会发情报的啦 我个人是这么猜想啦 不过不排除官方 突然间煞出来啦 哈哈哈 官方有时候是会在 9点10点才发消息的 那个真的是神经病 就是打了大家措手不及 不过 按照情况来说 今天应该是没什么机会啦 就等明天啊 等明天 明天下午4点左右 看有没有 呀 真的是超级期待 我的三周年 我心心念念三周年的吉仙 Jack 不知道会不会来 还是超市狗鸡蛋 以及素数的超赛狗鸡蛋呢 就让我们一起 期待明天的到来吧 OK啦 那么就是这个样子 主要就是告诉大家啦 不要被这个 假情报给骗掉啦 兴奋了一阵子过后 诶这是假情报 整个卵车 好啦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じゃあまたねー